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周四的市场情况 那么周四呢 澳洲股市是非常好的出现了一个二连涨 虽然呢 涨幅并不是太大 但是呢 澳洲股市呢 也是在欧美股市依然是疲软的情况下呢 第二天出现了上涨 那么两天加起来的幅度 虽然只有0.5% 但是呢 这也使得呢 澳洲股市现在终于是在过去的四天时间里面 第一次爬上了30分钟级别的通道线 也就是说 澳洲股市现在短期终于开始抬头反弹 那么昨天我们知道是中秋节 因此呢 中国的A股并没有开放 所以我们直接跳过A股来看一下欧美市场 昨天欧美市场的整体依然是以下跌为主 其中呢 欧洲方面跌的是0.7%至1.0%之间 而美国方面呢 则相对来说是涨跌各有不同 但是整体来说呢 变化幅度也非常之少 统一都在大约是1%至1.5%之间 那么我们要再说一下的是呢 这个昨天黄金价格再次出现了下跌 跌幅呢相对较大 达到了8.7美元 曾经一度呢 是打破了1310的关键价格 这也是创下了9月2号以来的最低价 另外石油价格呢 则有轻微大约是0.8%左右的反弹 那这也使得呢 虽然是有0.8% 但是由于石油价格在过去两天 累计下跌到高达6% 因此呢 目前石油价格依然是非常的疲软 那么今天在热点话题里面 我们要为大家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疯狂的铁矿石 这个辉煌之后 是如何去看待 我们都知道呢 在过去的20年 应该来说呢 是澳洲经济黄金的20年 也是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20年 那么澳洲呢 凭借着其靠着这个矿产资源 向中国出口原材料 是赚的是非常之多 但是呢 现在情况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几年 已经逐步放缓 那么市场对于中国未来 刚才的需求 原材料的需求 又将如何看待呢 那么过去的20年 我们知道呢 这个澳洲的铁矿石 特别是矿产商 包括了澳洲的政府 都从出口铁矿石 这门生意中呢 获取了巨额的利润 铁矿石价格 从曾经的十几美元一吨 最高是涨至了150美元 虽然现在呢 今年又下调至最低 是27美元28美元 但是呢 依然来看 铁矿石价格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呢 已经反弹幅度 大约是在20%至40%之间 因为它波动非常大 所以总体上来看呢 我们觉得呢 这个铁矿石价格 虽然在今年年初 到达了底部 但你说以后 能够重新再上150 这个已经是一个 大大的问号 那么其实说白了 我们知道呢 这个石头的价格 取决于其需求量的多少 那么中国的需求量 对于铁矿石呢 大多数是来自于 钢材的生产量 那我们知道 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 第一就是由中国 召开的G20峰会上面呢 中国官方首次发表呢 这个说明 希望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面呢 把中国的钢材量 产量 年度产量呢 降低1.5亿 最多1.5亿吨 同时也是降低呢 中国的产煤 这个煤产量呢 降低10亿吨 那换句话说呢 这个在未来 如果把钢材量 产量减少1.5亿吨 那么对于这个 身材钢产所需要的原材料 也就是铁矿石 它的价格将很有可能 随着钢材量的减少 而同样需求会减少 那么人们说 钢材量减少之后呢 市场的货就会少 然后价格会高 这个呢 是在这个供求关系平衡的基础上 目前是严重的供大于求 因此在市场没有恢复平衡之前 铁矿石价格 从供求关系这层层面来看呢 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反弹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如果中国的钢材量的需求 不应该说需求是量产 在未来的五年之内会下降 不能说百分之 总量下降1.5亿吨 那么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澳洲 它还能赚钱吗 这个回答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了 这只是一家之言 那么市场的另一方向 以矿产商为代表的 比如说像现在澳洲最大的矿产集团 就是我们熟知的毕和毕托集团 它目前却恰恰和市场 或者说和主流的观点站在对立面 它觉得中国伴随着未来经济发展 继续只要能够保持在6%以上 那么这个对于钢材的需求量 依然将会温和的逐步的增长 同时中国的城市化建设 目前也是进行到中途 在未来20年里面 还预计将会有2.5亿人 从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 因此这么大的需求 势必将会导致着 包括房屋 水泥 建材 等等一系列需求的上升 那它的观点固然是没有错 但是它非常巧妙地 打了一个时间差 因为它说到在20年之后 那当然了 20年之后毫无疑问的是 中国的城市化建设 毕竟将会有更多的发展 但是我们现在绝大部分投资者看的 怎么可能是20年 可能大家最多的是 希望最好是两个小时 或者买入之后两分钟就能赚钱 所以希望最好是两个小时 或者买入之后两分钟就能赚钱 所以以短期的情况来看 现在的钢材量呢 依然是大于 远远大于市场所需要的量 那么在这个供求关系 得到重新平衡之前 这个钢材的价格 或者说铁矿石的价格 它我个人认为呢 不会有本质的飞跃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个产品方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呢 我们说到呢 从9月8号以来 基本上一直是处在下跌 在今天终于第一次 是回到了一小时的通道线之上 应该是可喜可贺 那么现在呢 澳洲的这个股市的价格 是本周的最高点 毫无疑问 就是应该逢高追杀 就是杀入买入 今天的策略呢 非常简单 基本上来说 就可以在5300点以上 或者直接以 现在我当时写这个文章的价格 5305点的价格 直接进场 止损可以考虑在 设在5260点 也就是昨天晚上 曾经一度下探时的低点 那卖出价呢 则可以考虑在5200 在卖出单方面 也就是说 如果它上涨了一半 开始下跌 这个时候我们要逢跌卖空 逢跌卖空的挂单呢 今天可以挂在 昨天晚上 曾经去过的最低价 大约是在5264左右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澳元兑美元 澳元呢 我们也要祝贺一下 它也是在好久了之后 目前终于上了一个 30分钟的通道线 30分钟也是我们可以 作为参考的一个 相对于比较短的价格 时间区间 但是既然既澳元 已经上了通道线 那我们今天呢 就应可以看涨澳元 所以今天可以设定的买入挂单 我会选择在今天的最高点 也就是0.7523的上方 可以考虑0.7525的价格 挂单买入 而同样在卖出方面呢 我们可以考虑的价格 可以在是跌破了 昨天我们刚才说到的 30分钟通道之后 也就是在0.7490的价格 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石油方面 那么美国油呢 目前非常明显的是处于一个 4小时级别下降通道 什么时候 大约重新冲上了 大约是46块3毛钱之后 我们才能考虑 抬头看涨 那么同样 如果它再创新低 跌破了这个 8月中的最低价 也就是43块3毛之后呢 我们同样也可以继续卖空 所以今天的价格 以4小时图为例 上方就挂在 46块3毛钱挂单买入 而下方呢 同样是挂在 43块3毛钱 那么也就是说 中间3块钱 接近于8% 这样的波动呢 我们暂时呢 没有太大的把握 因此我宁可不去考虑 最后来说一下 现货黄金 黄金价格呢 昨天也是 曾经一度来了个二踢角 就是上面踢到了上限 1330附近到1329 下面呢 是踢破了下面的底线 跌破了1310 最低到了1309.3 可谓是上下扫单 散户呢 是惨不忍睹 但是这么折腾一来 黄金价格也再次确认 目前的临时的空间 大约上限就是在1330 下方呢 大约是在1310附近 也就是说 1315之前说到的价格 现在已经被打破 那么目前这个价格 20块钱的范围被确定之后 我们呢 就可以在1330冲上之后 挂单买入 可以多设五毛钱 1330.5买入 至于下方 则有两种考虑 第一种呢 可以跌破 小底部1313之后 直接挂单买出 第二种呢 则要考虑呢 跌破了昨天的最低价 大约是在1309之后呢 再去挂单买出 最后我们投资者 需要今天注意的事件 在晚上 早上10点30分 晚上10点30分 加拿大会发布 他们的制造业销售数据 接着到了同一时间 也就是晚上10点30分 今天晚上是一个 重大的数据 就是美国的核心通胀数据 那核心通胀数据呢 也是美联储在衡量 要不要加息 这下周三会议之前 最后一个 他们非常重视的数据 我们知道美联储 三大数据是经济的GDP 就业的是非农 以及呢 这个通货膨胀的CPI 因此CPI作为三大指数之一 势必对于下周三的会议 会造成巨大影响 如果这个通胀数据 是低于预期的 那么基本上来说 加息无望 那当然了 最后晚上12点钟 还有一个美国的 消费者新型指数 但总体来说 今天晚上的最大波动 就会在10点30分 澳洲时间左右 中国北京时间呢 大约是晚上8点30分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